澳洲执政的劳工党周三举行党魁选举 澳洲的第一位女性总理吉拉德败选 由曾经在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中文的前总理陆克文胜出 今天宣誓就职重新回国担任总理 陆克文一上任就表示 中国的资源热潮已经结束 澳洲将改变迎接新的挑战 澳洲执政党劳工党党魁选举结果出炉 前总理陆克文以决定性的票数 击败澳洲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 而陆克文也在27号宣誓就职 再度出任澳洲总理 澳洲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 近期民调支持度持续低落 败选后宣布退出政坛 而会说流利中文的陆克文曾任驻北京外交官 更曾在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中文 宣誓就职当天 陆克文表示 中国资源热潮已经结束 澳洲必须改变迎接新的挑战 美国外交官杂志指出 过去几年中国对澳洲能源和矿产需求庞大 让中国一跃成为澳洲最大贸易伙伴 但现在中国经济成长趋缓 进而引发澳洲大宗商品价格震荡 矿区关闭以及失业攀升 新唐人亚太电视吴博轩编译